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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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雷公根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订阅并按个赞 谢谢大家 雷公根别名为 韩可草 霍农前 登斩草 若德达 韩可草 鸡血草 连千草 地千草等别名 姓魏归京 姓平 魏甘 归兴 归兴 费 彼 盛 大常兴 连产地 热带 亚热带地区 广泛分布 分布地区 台湾全境及澎湖 蘭嶼 甄嶼平地 前边 沾野路旁 沟边至1200公尺山区的匹斯处 凝太 特征 冬年生 糊糊性草本植物 精长10至70公分 精纤细 如铁线状 糊糊地面 长成紫红色 全株具有微毛 结尖长 在结上长根生叶和花絮 并有两枚银片状的退化叶 叶长重生于此 银片地下 单叶复生 重生结上 具叶柄 平常4至10公分 背细毛叶片 圆盛型 经2.5至5公分 叶姬凹星型 叶尖圆盾型 雷公灯的扮演 低10分分分 只要土壤能够维持湿度 就能够长得很好 用途绿化用 雷公灯对于环境条件的要求不全 只要土壤能够维持适当的湿度 就能够生长得很好 在裸露的地上众些雷公根 很快就能达到绿化效果 要用部分 颗风 裤长 明目 清除 在野外被蚊虫叮咬 可以找雷公根 把叶子捣烂 铺在被叮咬的地方可以滋养 功效组织 清热力施 活血止血 解毒消肿 组织发热 咳喘 咽喉肿痛 肠炎 匿急 枝热黄胆 水肿 凌晨等 用量 用法 内服 肩服 股食至100克 肩瓶 被量 外用 捣烂 外敷 用药 静静 服血热者少用 虚寒者不用 雷公根 有小毒 使用阴适量 助力 使用 安全 以下 小偏方 致 精心腹痛 尖雷公根 100克 用冷水洗净 蜂蜜 适量 导致 8分短 調蜂蜜 服 蝿蝠兩次 冷壳 熱壳 尖雷公根 112克 尖五金草 车前草 75克 蜂蜜 蜂 少許 兩味 清草 用 冷 開水 洗净 去水分厚 搅原汁 調蜜 不用 黏服 二字 三日 日 胃肠岩 雷公根 20克 前蜂草 24 40克 水肩服 至重複戒 解熱 鮮犬草 水肩服用 至 濕熱 黃膽 雷公根 40克 冰糖 40克 水肩服 至 冰窗腫毒 雷公根 先全草 老夫 販醋 雷公根有小毒 因飼料食用 每日約50克左右就可以了 如果有戲劇的朋友們 可以訂閱並按個讚 謝謝大家